初心飛機 這個35周年我們整個在編排類套上 是不是都被大蓋 设计是沟通 设计同时间是具有清楚目的的艺术 希望说能带给天下多一点设计的可能性 我有先教你们把那个红色的方块拿掉 我们试着把那个所谓的为台湾奋斗的这些人的各个不同的元素抽出来 我们用黑白还是有颜色的 这时候是想说它是有点延伸 从那个墨色里面延伸出来的元素 我觉得去刺激看看挑战看看 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封面不只是封面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无数条的细线来描述说 这些为台湾奋斗的人的努力 因为这次的概念是台湾的第二条的成长曲线 要怎么去表现更具象的曲线 第二条成长曲线是3D的 是立体的 对我来说35周年的封面设计 其实是有沉重的压力的 那个压力来自于你到底怎么把天下的这样的精神 表现出来让它更有趣 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你怎么样设计抓住他们的眼球 去了解你们花这么多心思 所搭建出来的一些故事 对于年轻人来讲解计划